現在我們要開始教的內容叫做全球變遷 包含一些所謂的重點就是所謂的全球暖化 臭氧洞跟聲音現象就是我們要教的重點 第一個是講的是全球暖化 第一個是我們在以前的時候就提過的 李化老師有教過的 陽光的輻射大部分都穿過大氣被地面吸收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我們國中不教為什麼 然後被地面吸收再把它放出來用長坡輻射 一種跟熱有關係的長坡輻射放出來 李化老師有教哪一種輻射是跟熱有關係 二號 是你 是你 哪一種光 哪一種光哪一種輻射跟熱有關 紅外線 不要那麼羞怯啦 要對自己有信心 紅外線 然後他跟熱有關 然後放出來大氣才吸收 然後吸了熱放了熱來加熱地球 當我會再說一遍類似原意的溫室 所以把它叫做溫室效應 他們叫做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 這是一個比較仔細的圖 好太陽 左邊太陽輻射進來 有一些被大氣吸收 有一些被雲反射 有一些被地面反射 但大部分都被地面吸收 右邊的圖 地面吸了之後再放出紅外線 有一些到外太空 那一些是被雲吸收 雲了吸了熱再放了熱 然後再加熱地球 這是一個比較畫得清楚仔細的圖 下一張是舊課本的圖 畫得比較簡略 左邊就只畫了一個反射 這就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大部分都被地面吸 右邊也一樣 放出來之後 再被空氣吸收 上面寫了三個東西是你要背的 水氣 二氧化碳跟甲烷 它善於吸收來自地面的紅外線 這是要背的 這它叫做溫室氣體 我當然會寫好多個 我多寫的你可以不會 但這三個你要背 水氣 二氧化碳跟甲烷 甲烷 這個是所謂的動畫 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太陽有100個單位射進來 22個單位反射 20個單位被雲吸收 50個8個單位穿過來 其中有9單位被地面反射 49單位被地面吸收 所以跟你講過 陽光大部分能量幾乎一半 都是被地面給吸收的 它就是畫剛才第一張圖的左邊 左邊的狀況 然後第一張圖的右邊 然後地面有吸收49單位 然後會把它放出去 雲有吸收 顯熱就是平常的 裡畫的H等於MSRT那個熱 潛熱就是融化熱跟氣化熱 然後呢放出去 然後雲吸收 然後四周放過來 那有些到外太工去 這個是右邊那個圖 剛才第一張圖的右邊的圖 只是加上單位 寫的更多而已 看看就可以了 就是重點是剛才那個意思 OK 那麼這種的效果 類似原意的溫室 所以我們把它稱之為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 那麼這種氣體呢 我們就稱為溫室氣體 這些都是溫室氣體 好剛剛講過了 我多寫了這些碗頁 什麼臭氧啦 氧化亞旦啊 這些你都可以不用背 可是前三個你要會背 水氣 氧化炭跟甲碗 是溫室氣體 善於吸收來自地面的紅外線 好 那個重點有 一吸收的是紅外線 二 這個紅外線來自地面 紅外線來自地面 OK 這要做溫室效應 所以根據這個你就曉得 大氣的火爐在哪裡啊 在地面對不對 所以大氣的火爐 所以熱量主要來自哪邊 地面 火爐在地面 所以越靠近地面 溫度會怎樣 越高 所以對流程是高度越高 溫度越低 正常 因為火爐在地面 火爐在地面 OK 剛才講過那個效果叫做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 而這個氣體叫做溫室氣體 這其中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是水氣 水氣的影響最大 影響最大 如果沒有水 世界會變得很不一樣 但是等一下我們交的時候 通通不再提水了 原因 因為我們要交的事情是 由於人類的活動所造成的影響 人類的活動對於水氣幾乎是沒有任何影響 微乎其為 所以它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所以雖然大氣中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是水氣 可是我們等一下就不再提到它 因為我們人類的活動 基本上不太影響水氣的量 不太影響水氣的量 那麼這個我們跟你提過了 因幸好我們有溫室氣體 在幫我們吸熱 幫我們放熱 加熱我們的地球 地球才能夠保持一個適合的溫度 適合生物生存 現在的平衡溫度 就是吸熱跟放熱的平溫度是15度 如果少了溫室氣 就會變成零下18度 我們就變成冷凍豬肉了 我們就變冷凍豬肉了 就變冷凍豬肉了 所以 所以以前啊 我小時候啊 念到說我們現在面臨問題的時候 他們都寫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 現在就不這樣寫了 為什麼不這樣寫了 因為有人類之前就有溫室效應 而且也幸好有溫室效應 我們才能夠適合生物生存 所以溫室效應不是問題 問題是人啊 偉大的人類 做了一些事情使地球變得更熱 所以現在把它叫做全球暖化 為什麼會全球暖化 為什麼會全球暖化 因為偉大人類做了一些事 發鈴開田使用化石燃料 農田施肥 使得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跟甲烷的含量增加 於是他們就會吸更多的熱 使地球越來越來越熱 形成全球暖化 這個是一個二氧化碳的濃度的深耗土 所以之前好像更嚴重了 這好像更嚴重了 PPM更高了 更高 而且是溫度的變化土 溫度的變化土 跟你講說這兩個有相關 那哪來的溫室氣體呢 二氧化碳的主要來源就是燒煤燒石油 使用化石燃料 包含燒天然氣 天然氣比較乾淨 沒有雜質 可是燒完還是二氧化碳跟水 二氧化碳 甲烷就是來自於發酵腐敗 申畜 水田 汽機車 所以好像是紐西蘭嘛 紐西蘭有收屁稅 因為那個牛放屁裡面有很多的甲烷 會增加溫室效應 所以還有收屁稅 收屁稅 收稅然後去做一些防治措施 申畜啊 比如有汽機甲烷 發酵的腐敗的東西有甲烷 剛才講農田施肥會有甲烷 臭氧 主要是二氧染物 空氣被光照 產生光化學反應 然後會生成臭氧 會生成臭氧 氧化亞旦 也是一樣燃燒 還有一些化學肥料的分解 會產生氧化亞旦 氧化亞旦 然後佛玉氧化亞旦 這個我們待會後面會教 因為這東西會跟臭氧破洞有關 它會做冷媒 做冷媒做清洗用處 這樣看看就可以了 就是它的來源 的來源 OK 以上講的就是有關於什麼叫做溫室效應 什麼叫做溫室氣體 溫室效應要注意 它吸收來自地面的紅外線 然後加熱地球 溫室氣體要你備三個 水氣二氧化碳跟甲碗 就請你知道 OK嗎 OK 很好